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03集 这是误会 陈鹤天是欲哭无泪 越想越是抑郁 我是招谁惹谁了呀 尤其是看着四周的建筑 因之前的斗法而毁了不少 一片狼藉的模样后 他就更压抑了 别人抓了他的同盟 他来找我 陈鹤天愤愤 心底也在发愁 他实在是担心 有了这第一次后 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不过 此事也是一个机会 他若是与李贤道打起来 那么此事我也可借题发挥 方才我们的出手 半身老祖必定也都关住了 虽没有说话 可若这白小春继续下去 必定会引起半身老祖不愈 陈鹤天想到这里 墓中狠辣之盲一闪 立刻给李贤道传音 想要让对方与自己配合 争取这一次 让白小春吃点苦头 白小春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货端 在陈鹤天这里算计时 白小春的心中也有横梁 他知道这星空到极宗 自己的头上还有半身老祖 自己这里事情不能做的太过 演一下 找到了郑主 他心底横梁一番后 已有决断 速度之快 掀起一连串的阴包 直奔 李贤道的居所而去 白小春一路张扬 很快就到了李家 刚一靠近 立刻李家内就有一股天人意志 冲天而起 白道友 不要着急 这是误会 误会呀 李贤道的声音 也随着其身影的出现 回荡四方 老夫已让人去将白道友的同门放出 稍等片刻就好 李贤道 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摆 脸上露出笑容 只是在这笑容的背后 确实犹豫 按照他的脾气 若是换了一个人 他早就一肩过去 将对方直接斩杀 可白小春这里 他是真的忌惮无比 实在是之前 拟河宗一摘 让他心计很久 若白小春还没有成长起来 他还可以选择遏制 可如今这样一个 已经成长起来的天骄之辈 其未来不可限量 能不招惹 能去化解 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偏偏 他接到陈河天的传衣 也知道了陈河天的计划 从心底 他是认同此事的 这就让他迟疑起来 心底也在衡量 眼下还没有决断 可无论怎么做 都需他在刚开始 面对白小春时 视之以弱才好 只有这样 才可让那白小春 在半神老祖的墓中 显露出更多强势霸道的一面 而以他对半神老祖的了解 对于这种霸道的天人 半神老祖就算不说什么 可心中必定有不喜 况且 在白小春面前露出弱势 也不影响他的颜面 毕竟 大家都是天人精 李贤道 觉得自己就算主动低头 也都可以理解 当然 若白小春不是天人 哪怕他有天人战力 李贤道 也都不会如此 实在是天人之下 在他看来 都是如蝼蚁一般 只有到了与自己同等的层次 才算是这一片世界的强者 眼看李贤道 居然主动低头 白小春目光一闪 有些狐疑 觉得此事不对劲 鱼水一瞪眼 抓了我的人 还让我不要着急 李贤道 你什么意思 白小春低喝 做事要向李贤道飞去 李贤道目光微闪 不去争锋 而是急速后退 眼看李贤道后退 白小春眯起眼 已琢磨出了端倪 主动示弱 这是给我挖坑啊 好你个李贤道 白小春脑海急速转动 已有了主意 速度陡然爆发 静止追上 立刻出手 顿时轰鸣之声回荡 竟直接就打了起来 此刻 其他彩虹上的修士 也都将注意力 从陈和天那里挪开 放在了这里 全部关注 而陈和天 更是神识锁定此地 看得比谁都认真 他没法不看 实在是心头憋屈 不但对白小春有怨恨 更有想法算计白小春 此刻看到白小春出手 他冷笑起来 打吧 打得越激烈越好 陈和天 看着这个一幕 心头略微舒服了一些 目不转睛的紧盯着 至于白诊天 他是最没有压力的了 看着白小春 与李贤道的斗法 他心中一样舒坦 更有庆幸 自己除了逆和宗之事 与白小春那里 再没有什么恩怨 这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疯子呀 白震天感慨时 也察觉到李贤道的不对劲 略以思索 凭着他对陈和天的了解 内心猜出了七七八八 而此刻 白小春与李贤道的出手 也越发激烈起来 轰鸣中 李贤道不断后退 他虽是天人中气 可白小春那里 劈操肉厚 力气极大的同时 神通术法丝毫不入 这就让李贤道 头痛无比 与陈和天一样 心中都有一种无力感 况且他也觉得委屈 他是天人老祖 不可能去针对 区区几个原因都不到的弟子 他也是刚刚隐隐想起 似乎是挥下一个长老 先抓了白小春的同门后 自己的子孙中 有人又在自己面前哀求 他这才点头批准 让此事顺理成章 符合宗门律力 此刻心底对于那位 哀求自己的子孙小辈 已经是带着痛恨了 恨的不是对方 招惹了这个麻烦 而是明明知道 白小春如今强势 而且成为天人后 自己的 那个抓了白小春 同门伙伴的子孙小辈 居然不来提醒一下自己 也正是因为没有提醒 才使得他如今极为被动 否则的话 此事 他可以掌握主动的同时 才能有太多的选择 种种思绪 在离险到脑海浮现后 他内心已有决断 琢磨着 既然白小春这里逼人太甚 就只能配合陈和天了 于是再次开口示弱 白老弟 白老弟 你听我说 你的同门我也安排下去 很快就被带来了 我们没有必要打呀 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白小春听到这里 心底哼了一声 再次向前 一步走去的同时 嘴上却说出了另一番话语 这可不行 我也不想打你 实在是我之前冤枉了陈和天 和他打了一架 眼下找到郑主 要是不和你也打一架 有些不好吧 陈和天会怎么想 别人会怎么看我 白小春神情有些发愁 似很是无奈 四周 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修士 一个个都长大了嘴巴 看向白小春的目光 也都充满古怪 同时又有些好笑 实在是白小春这句话 说的理直气壮 可偏偏 让人听了后 都觉得有些发昏 这个 这什么道理啊 因为误会了陈长老 所以就来打李长老 众人神色越发怪异时 就连在最高处的紫色彩虹上 一缕神石 关注此地的半神老祖 也都哑然一笑 他之前 因白小春的霸道强势 而生起的一丝不喜 此刻也因白小春这句话 而消散了 半神老祖笑着摇头 他之所以不喜那种 强势霸道的手下 是因为这一类人过于刚直 不利于操控 而白小春的这句话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说明了态度 如果是无意说出 那就说 这白小春性格冲动 这样的人便于操控 而若是有意说出 那就更让半神老祖满意了 这态度的表达 已经很清晰了 实际上 对于白小春 半神老祖也有好奇 他之前之所以有那道 册封白小春的封名 其根本原因 也与杜灵飞有关 同样 听到这句话的 还有陈和天 他猛的吸了口气 也从这句话里 听出了端倪 至于李贤道 他深深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对方的这句话 让他立刻对白小春的警惕 提高了太多太多 内心也急速的转动 直接就打消了 与陈和天配合的念头 此人不禁战力强悍 心机也极为深沉 能去化解 还是化解的好 李贤道深吸口气 脸上笑容再次浮泻 向着白小春一抱拳 白道友不要多虑 你与陈道友是误会 所谓不达不相识 与咱们无关的 这句话说完 眼看白小春气势 依旧强烈 李贤道叹了口气 他倒不是怕了白小春 实在是觉得 与白小春之间 没有必要始终为敌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 请订阅此专辑